六大超萌赖贴图明星 在爱河亮相引起关注 打算在河里吃冰棒喝真奶 态度最嚣张的猫爪抓 却狼狈不堪地奔逃上岸 在博厄的岸边翻了一圈 还撞上了路旁的红绿灯 甚至因为风实在太强 还一度被吹到路上 让工作人员一下子不知所措 天哪 这个要马上支援了 超疗愈的飘飘河六大明星 最后一只下水的猫爪抓 却在开展前夕罢工 相关单位也只能全力修复 希望在最短的时间让大家团圆 那昨天因为港区的瞬间风势强大 所以其中猫爪抓呢 有点受损 目前厂商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整 维护作业 如果相关的条件许可呢 我们神气十足的猫爪抓 将尽快在爱河湾上 跟大家见面 事实上多年前也发生过 灰太狼大气球趁机落跑 这回是猫爪抓 索性并没有造成太大意外 只是刚好对岸在海峡演习 也让网友调侃 猫爪抓其实是胆小 怕被榴弹波及 才会迫不及待跑上岸 遗憾的是 有些特别前来观看的民众 现在只能夺点耐心 期待早日再重逢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